在台北有一间老字号餐厅 将旧有的品牌重新诠释 结合了夕阳与摩登的复古风格 直接把火车开进了信义区商圈 透过美食料理 让来到店里用餐的顾客 体验穿梭时空的错觉 接下来就带您搭乘时光列车 享受一下复古奢华的全新美食旅程 位在台北信义区百货三楼 有一家外观典雅装潢复古的日式料理餐厅 是西门丁老字号日式料理的创新品牌 柔和的阳式黄灯与红色拼花瓷砖 为店内带入大量时代感 同时也营造出穿越时空的错觉 当客人一走进我们的餐厅里面的时候 他感觉就不只是一间餐厅 而像走入了另外一个时代的感觉 最耳熟能详的品牌意象 就是那一台不断地奔跑的小火车 大家从火车上面拿食物下来 是很多老台北人的一个回忆 儿时回忆 那我们这次也是把这个火车的元素抽离出来 去重新做一个包装跟组合 我们融合了非常多异国料理的手法 但是我们主轴其实不便宜我们的日式料理 由餐厅二代重组发车 以职人风格诠释餐酒设计 借由驾驶火车带领顾客到各地旅行 第一站要带您前往的就是日本北海道 松一蟹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去到北海道啊 去到日本他们都会去点松一蟹或是帝王蟹 传统的日本料理面很少去做这样的食用 几乎是没有 那我们去参考了很多欧式法式 他们做甜点的手法跟技巧 然后把咸的食材也就是松一蟹的食材 再经过拌炒加入塔皮一起去做烘焙 它呈现的感觉是我们虽然是用蟹肉去做 但我们不是做传统的日本的口味 反而是把它全面的西瓜 让客人吃到这道菜的时候 其实在日本料理面 日本料理餐厅里面也可以吃到欧式的感觉 蟹肉塔经过几分钟烘烤 在师傅翘手堆叠下 新鲜蟹肉与鱼籽酱 又如一只活跳跳的螃蟹呈现眼前 细细品尝内馅 浓郁奶香中带有蟹肉鲜甜 口感绵密滑顺 配上酥脆的塔壳 成功让这经典松叶蟹 翻转为日欧合并的风格料理 最喜欢的就是松叶蟹肉塔 超厉害 它的外面的塔皮 跟外面一般的塔皮不一样 甜甜咸咸的滋味 对 吃起来 而且还有整只的蟹肉 对 吃起来不一样 店内料理极具创意与巧思 像是这道有着生核色木合的料理 就是使用了日本传统甜点 和果子作为发想 基本上我们不是把它当一道菜来呈现 就是一开始上桌的感觉 会有点像是一个艺术品的感觉 所以客人会很好奇说 底下盛盘是什么 让我们底下也是放入我们的米粒 还有稻谷 对 这个就都是 我觉得是东方日式或是台式料理里面 很重要的精髓就是米饭 那我们希望透过米饭去承载的 我们新式料理这种感觉跟概念 继续做一个重新的出发 海鲜酪梨塔最终饱和 正是店内超人气的冷菜 以酪梨 蟹软 自鲑鱼堆砌成小塔 浅尝一口清爽开胃 蟹软与酪梨混搭着特选大西洋鲑鱼 海味淫满口粥 接着还可以用浓郁米香的最终饼包裹 这两段式的吃法口感大升级 吸引许多滔客慕名而来 还蛮搭的 这也是第一次觉得很特别 酪梨饱和的话 我觉得吃起来很清爽 然后它 夫人员还会帮我们特别分食 我觉得蛮酷的 然后吃起来它的吃法有两种 它可以单吃 然后又可以像汉堡一样盖起来吃 我觉得很酷 餐厅蕴藏老台北人 对于日式料理的记忆 在二代经营团队接手转型下 改以多重文化风格 与传统日式料理作为结合 赋予老品牌与众不同的样貌 因而也注入许多巧思 像是店内包厢命名 就延续日式时期繁华的台北行政区 荣丁 本丁 冰丁等 期望不管是老店的套客 还是新品牌的顾客 来到这里都能有一场 新颖的用餐体验 之前常常去西门丁额眉店 对 常常去吃面吃大车轮 然后刚好逛街的时候 看到有新的品牌 所以就想走进来吃看看 看到这里已经颠覆 您对日式料理的想象了吗 更令人惊艳的还在货头呢 这一道就是我们的灵感来源 来自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咖啡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概念 转化到日本料理里面 其实团队也伤了蛮多脑筋 最后呢我们利用传统肉卷 肉串烘烘烤的方式 在上面叠加了 柠檬片跟咖啡粉 那咖啡粉的比例 其实也是经过我们 去不断的尝试跟调整 同时入口的情况之下 既是吃日本料理的串烧 又是好像喝了一杯 一式咖啡品圈 像这个串烧是不是 它是西西里的风味的串烧 里面有上面撒的那个咖啡粉 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然后带点咖啡香气 那本来以为说小小的 我吃的可能会吃不够 结果我吃了以后 觉得还蛮多的 分量蛮足的 薄切的猪肉片 包裹新鲜葱段 在炉台上烤得滋滋作响 师傅来回翻烤 刷上特制酱汁 这里的串烧 能如此深得掏克心的秘诀 就是还得再经过炭火烤制 炭烧香气扑比而来 饱满透亮的色泽 光看就叫人口水直流 搭配特制咖啡粉与柠檬片 口感清新酸甜 带有咖啡微微苦韵 好似一杯用吃的洗洗礼咖啡 相当解腻 再来一杯店内特色调酒 很是过瘾 这边的调酒都蛮特别的 都是以茶为座基地 那我今天点的这个 刚好有金萱桂花的味道 那它本身一来的时候 它上面还有撒的那个 烟雾的效果 觉得很漂亮 因为平常我就很喜欢小桌两杯 所以这次的调酒设定呢 我们是以茶入酒的概念 去做整场调酒的设定 那以茶入酒 因为茶其实在台湾跟日本 都是一个国民饮品 对 其实跟生活是很贴近的 将观光地图与调酒故事相互连结 并以日本景点为主轴 带领顾客体验围熏的茶酒旅程 近年来更因无酒精调饮流行新趋势 将饮品以同样调酒的程序调制 提供中午用餐的客人 也能享受这酸甜清新的滋味 让不论是调酒初体验者 还是无酒精适应者 都相当喜爱呢 浓厚的日式氛围 让人轻松惬意地享受其中 那么道地的日式土锅料理 又怎么能够错过呢 我们的饭烧出来之后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锅巴的焦脆的感觉 敷在底下 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帮客人 在座桌边的翻拌 把里面的料跟饭粒 这些东西都把它拌均匀 对 那拌均匀的情况之下呢 客人在救口同时 他可以闻到这个锅巴的香气 然后又可以尝尝 吃到锅巴的脆度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享受到这个食材的新鲜的美味 这就是我们呈现这一次 土锅饭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的饭不像是一般电锅里面蒸出来 就是像土锅 然后上面的海鲜超丰富 而且虾子非常的Q弹 它的那个蒜味很浓郁 有如传统冲绳虾虾饭的制作方式 以大量奶油与蒜头调味进行拌炒 接着加入去壳大虾 浓厚的蒜味奶油虾就盆香起锅啦 使用正统日式冲绳土锅 炊熟生米 放入大虾 鲑鱼卵等多种配料 拌匀后口感爽脆的鲜虾 与浓厚野菇相互呼应 这特殊的滋味 只有来到这里才享用得到 很特别 跟我一般吃的那个土瓶蒸不太一样 因为它里面特别加海胆 我觉得蛮特别的 海胆其实是这几年 当然还蛮能够接受这一种 生食的食材 所以我们大量使用这样子 比较高单价的海胆 去秤破出整个土瓶蒸的质感 跟它的层次 一般土瓶蒸我们要开盖 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物 但我们这一次把整个 土瓶的样式把它整个都打开 把它盖子拿走 让一上桌的时候 客人就可以看到 我的内容物到底是什么 高汤经过昆布与柴鱼 反复熬煮 加上鲜嫩肥美的哈利 顺着汤汁一盏入口 海胆与哈利的鲜甜 瞬间从舌尖蔓延 是暖心也是暖胃 团队精心策划改良 让土瓶蒸呈现不同于既定印象的桃湖 改已邀请了英格知名桃艺家量身打造 让顾客一次满足视觉与味蕾的饗宴 老字号餐厅走过半百时光岁月 如今已由二代转型打造全新品牌 结合借由的火车元素 透过静态的餐厅 试着带大家搭乘列车去旅行 这样摩得华丽的料理餐厅 绝对是您必须亲自感受的好地方 若下次三五好友想要聚会 不妨就走进车厢 邂逅这场大正时期的复古情怀